大家好我是方姐 今天是星期五 又是休息在家的一天 老公今天下班也很早 15分钟之前 发信息 星期三那天 人家把我们家花园里的土 填上了吗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种草了 种草的话他要先把这个土松 就是松了 但是我们就不用松 人家已经拿过来很松的土 然后呢我们要把草种撒下去 草种撒的均匀的话 也有那种机器 就是把种子撒在里头 然后呢他就往下拖 那种的 然后我们还要把这个 就是那种耙子给它耙一下 给它耙均匀的让土盖下去 不然这个种子不能在土上面生长 对吧 然后呢你这个就松完了之后呢 我们还要做另外一步 就是把那个土给压实在了 我们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就是欧贝德呢 他有可以租的这个东西 我老公说租四个小时 啊我老公已经回来了 所以呢他说让我跟我讲 提前他回来之前就跟我讲了说 快一点 因为明天是德国的国庆 所以星期六也是休息的 星期天一也是休息的 所以呢趁着现在星期五嘛 赶紧行动起来 现在我老公已经买了这个 这个是放草种子的 草种子的话往底下它有冻 它撒的比较均匀一点 它已经买回来了 这个呢是肥料 它要撒肥料的 这种肥料我不知道是什么肥料 植物肥料还是什么的 这就是撒的上头 看看我们家现在这个土 现在这个土是不是挺好的 但是好像也有一点石头什么的 这些都是石头 到时候捡一捡就好了 现在看到时候我那边长上花 这边我们到时候弄个围栏 围起来一道围起来 围栏这里的树的话 长青树还挺贵的呢 现在我们赶紧去呀 租好了就这个 17块钱去收莫 然后有压披45块钱 这可以把土弄压平一点 看我的干活 我也换上这个工作的鞋子 很厚的 这是里头有钢板 就是东西砸下来 也不会把你脚子刀给砸跑的 哎呀很硬 今天我们就打算把我们家草种给种下去 现在开始我们要把这个水 注到这个桶里头去 我本以为这只这么轻 原来他要把水注到里头去就种了嘛 就会压得更实在一点 现在要开始弄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打开来 把水注到里头去 我当时也没人用了 里头都有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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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注水淋出来了 对 给它注满就好了 看 明显看出来有重量可以压平了 你看这一条道 压的 现在一桶的水啊 存得不得了 为了这个草呢更好的生长 我捡了这么多这个硬的石头 这个石头特别硬 它就不会化开来嘛 像这种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 像这样子的它特别硬 是什么个情况 有了它硬的不得了 像草的话它就长不了了 你看这都是石头 它挺多的呢 有的很多都埋在地底下了 以后有的挖了 这边都是压平了的 这边是没有压的 大家能看得出来吗 有点不一样啊 这边都平了 看到没有 马上开始撒肥料 然后用耙子 给它爬一爬 再撒种子 现在开始撒肥料 吃太多了 这边是最好 好玩 好玩 成分 老子 我把这衣袋都给它撒完 我现在把这个就是大点的这个东西 这个磷袋给它剪了 因为太大了 它下不去 所以它影响这个草长出来 这里给它剪了 你看还挺多的 你看好多这些大铃块 你看这个是砖头 这不是大铃块 挺多的吧 你都想象不到有多少 你看这都是 赶紧捡哦 马上天要下雨了 刚刚这个撒草种子的这个箱子 If you buy from the same company they tell you how to do it 现在开始我们放草种子了 这个草种子是这样子的 可以快 哇塞这么多 好好好 这样撒比较均匀一点 你看看看 草种子撒出来了 哇好均匀 好不好 好好好 真好玩 起起起 好不好 好好好 然后我们把它做到这里 嗯哼 你干嘛 这样子吗 嗯哼 还这样子呢 好好好 现在开始要拖着这个大水桶 压路机给它压一下 哎呦还挺纯的 好开始压咯 我给它托到这里了 看 哎呀 我给它托到这边 从这边开始 慢慢来吧 压的 你看一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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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了还有一点硬 好 开始压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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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ile 这是一个体力活 正好可以减肥 现在我已经把这所有的地牙都给它压平了 现在开始撒水了 没有水的话这个种子也发不了牙 等我老妈讲我说我们种草我妈都笑去了 我们家里有草都是给它耗掉的 在这里不一样它要长草 这些都是草的种子一点一点的 也要凑一点 这边都得要长 现在水就是要这么一点点没有撒到了 等会儿撒 我们先把这个之前压土的滚着 我们老家在大滚着 然后把水给放了 不然也提不上车还给人 要给人家铲铲铲的干干净净还给人 现在已经晚上7点26分 我们现在开始把这个去买菜 因为明天是国定假日 超市不营业 后天也不营业赶紧去买 晚饭我烧了一个肉烧四季豆 这样子的老家的做 然后打算炒一个鸡蛋番茄 然后昨天晚上带回家的饺子 我放锅里头煎一煎 味道其实很好的 锅已经烧热了 准备开始做了 看我的两菜都炒好了 煎的这个饺子 我给它摆得像一朵花 缺少一点绿色的放在中间 怎么样 我吃了米饭 这是我的啤酒 Polena Polena Heafwisen 它是Heafwisen 它有一个Wisen 就是白皮的话 但是它是放了酵母的那种的 就是它特别的浓厚 我觉得它是啤酒中的cappuccino 挺好的 哎呀 饿死了 今天把草坪给种下去了 说一到两个星期吧 一个多星期 它马上 我觉得三五天把它就应该出来了 就炒的种子就发芽了 说明天有雨 希望明天有雨吧 赶紧吃起来 昨天中秋节把老公一个人在家 所以今天做已经好吃的给他吃 不错挺好吃的 我以前在这儿我不烧 番茄鸡蛋的 因为我在国内也不喜欢吃 也不喜欢吃番茄鸡蛋汤 也不喜欢吃尖叫土豆丝 因为我前夫是东北的嘛 我在东北待了一年 然后东北嘛 他们没什么吃的嘛 我那个前婆婆 对我挺好的 真的 它是天天基本上做土豆丝 就是土豆片 然后土豆 他们土豆跟茄子都能炖 然后从这以后 我就讨厌吃土豆 但自从长期居住在德国以后 土豆已经变成我最爱的了 你可见想想 没什么吃的吗 其实现在想想换的话 炒的也挺好吃的 土豆丝 关键是锅火要好 哎呀 我今天还搞了一杯啤酒嘛 来 走一个 Cheers Cheers 祝大家 昨天因为吃晚饭吃得比较晚 吃了晚上十点多 从老公去接着我 他一个人在家 所以今天呢 我也搞一搞 节日的气氛嘛 昨天在公司 今天在家 哎呀 还是这个啤酒比较好喝 昨天跟同事讲 说 我一个同事 他是黑人嘛 然后他就问 他说晚上你们有派对吗 我说是的呀 我们晚上派对 你们要喝什么呀 你们喝香槟 还是 还是白葡萄酒 还是红葡萄酒 我说 我说 其实很多酒里面 我还是喜欢喝啤酒 哎呀 你怎么喜欢喝啤酒呢 啤酒不是女孩子喝的 我说不好意思 这适合我的性格 好爽 来尝一尝这个饺子 我以前看日本料理人的时候 不知道吗 他们有个尖饺 然后他们说 那个饺子的话 就叫饺子饺子 日语里头的话 它是好朋友的意思 来包这个馅 芹菜猪肉 白菜 芹菜 白菜 猪肉 好 今天视频分享到这 今天得好好陪陪老公 等会我们再欣赏我们家的大屏幕电视 看个电影 好 再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国庆期间 玩得开心 全家幸福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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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